这个车的外观呢 我就不多说了 我想讲的全在这个车的侧面 它的车长是4米4 也就是一个小型车的水准 但是呢 它的轴距却达到了2750 什么概念呢 它和A加级的轿车 丰田亚洲式轴距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你可以看到 这个车的轮圈是非常靠外的 前旋跟后旋非常的短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 它的电池仓会更大 而且从侧面左正呢 它是一个纯电开发的产品来的 当然了 除了轴距更长之外呢 这个车的内部空间 也是非常有乾坤的 内有乾坤 我们来看看 前排有什么乾坤的地方 可以看到整个A柱的倾斜角度 是非常靠前的 因此呢 整个前排的空间感是非常好的 这个理念是不是跟本年的MM很相近呢 所以说啊 有时候这种合资企业 并不意味着 我们一定要拿到对方的技术参数 像这种理念的借鉴呢 也是非常值得的 再有就是整个内设的风格了 有点像内似于这种朋克的风格 精致程度还是非常OK的 然后这个挡霸台呢 是一个悬空的 下方的储物空间非常优秀 最后呢 就是这个方向盘了 也是我一个不太能理解的地方 全系标配塑料方向盘 而且呢 只有两项调节 这个讲真不应该呀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前排的坐姿 是我正常的坐姿哦 你看 这个后排空间 你能想象 它的空间 竟然是一个4米4的车型 里面的后排吗 你看我坐一下 这个腿部空间 说它是B加级 C级轿车 我觉得我都能信的呀 然后呢 因为它的地台非常的低啊 所以它的整个坐垫的高度呢 是坐得很自然的 再加上这个很柔软的座椅 所以这个后排 哇 满分满分 真的太厉害了 这个后排 虽然这款车的外观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型的SUV 但是事实上呢 它的定位是紧凑型的SUV 因此呢 整个车的用料 调教 标定 都是跟着紧凑型SUV 这个水准来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开起来的感受 也确实是如此啊 整个车的底盘的这种稳定性 包括尤其小型SUV上面 很少有的这种侧向稳定性 这个车呢 也是坐得非常不错的 其余地方 比如说整个底盘隔音啊 环境隔音啊 也是坐得挺好的 因此呢 开着这个车 不会觉得 这个车开起来好像挺飘 没有这种信心 没有这种安全感 不会 这个车即使跑起来 高速的话 也会觉得这个车很稳定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啊 然后再有就是 这个车的一个驾驶特性呢 整个车可以说是 跟驾控是没有什么关源的 因为呢 它的整个调性是开起来 就比如说像拐弯的时候呢 整个车的这个重心转移啊 是特别的明显的 就没有什么信心感在里面 然后再有就是 整个车的车头指向性 包括响性呢 其实也是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呢 其实是适合那种舒舒服服的开 就比如说这个车的坐姿是比较高的 再加上前面一个非常通透的视野之后呢 可以非常精准的看位 因此呢 这个车在市区里面 我们舒舒服服的开 那么这个车呢 就很适合这个调性了 再有就是讲一下 这个车的一个续航表现吧 我们这款车呢 它的续航是500公里 那么经过光电测试 实际测试之后呢 它跑了379公里 然后折算成这种比例的话 大概是75折左右啊 那么这样一个比例 其实在我们所有的测试的车型当中啊 算不上很优秀啊 这也说明这款车的三电管理系统 包括它的整个能耗管理系统 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这个车呢 它可能就是打这样一个市场 首先价格并不是很贵 让大家能够买得起 其次呢 上下班通勤用就够了 再有呢 就是我整个车的行驶品质 还要有一定的保障 那么这个车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优势点的结合体